2013年,火星一号计划的发起人收到了20万份的申请 都是来自那些希望从地球移居到火星的人 不过,这些顾前不顾后的人们是不是有点太欠缺考虑了呢? 即使身穿着太空服,火星这个红色星球也是一个很难生存下去的地方 另外,如果突然出现问题,解让人失去了太空服又会如何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想和大家一起飞往火星 看看如果人类脱掉或不小心损坏了宇宙飞行服,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里是Topgen频道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火星陷阱 让我们先说一句,如果各位想要去度假放松身心,应该要选择古阿或者是马尔代夫这种地方 火星之旅并不适合胆小的人 1950年代,华纳冯布朗首次提出将人类送上火星的详细计划,在那之后已经出现了60多个相关的项目 其中有一些是合乎,其中有一些是合乎现实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项目真的实现过。 即使是载人飞往火星,在技术上也是十分困难的。美国太空总署预计要到2030年代 才有可能会实现。伊隆·马斯克希望人类能更快地到达火星,不过很可惜的是,他的公司所开发出来的重型运载火箭 星见,还没有准备好到达如此遥远的太空。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人类真的登陆到火星上,到底需要哪些维生系统才能存活下来呢? 关于这一点,就要请大家自行判断一下了。这是一个气温骤降的沙子行星。在制造的正下方,上午气温是摄氏零下30度。 对于人类来说,应该能够勉强地适应。但是,在冬天的夜晚,即使是赤道附近的气温,也可能降到-80度以下,有时候甚至会低至-125度。 不用多说,不仅仅是人类需要的氧气,连大气本身几乎都是不存在的。另外,我们也不能够忘记覆盖火星表面的强烈太阳辐射,还有偶尔会出现的沙尘暴。 接下来,我们就想要来谈谈这些问题。 如何在火星上保护自己? 未来要移居到火星上的人们,应该要意识到这不是一个非常对人类友善的星球。 没有宇宙飞行服务的话,就无法行走。 从整体上来看,最好要建造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事实上,科学家们已经在研究利用火星土壤来建造安全家园的方法。 根据研究的结果来看,富含铁纳米粒子的土壤与火星土壤成分相似,只要进行压制的话,就可以产生极其坚固的砖块。 这种砖块在生产过程中不需要水,但是水是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火星的水不只是以极地冰层的形式存在,甚至存在于最近于南极冰层下发现的一个液体湖泊中。 然而,由于我们无法立即找到水源,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只能重复利用液体。 最后可能需要喝排泄物才行。 往好的方面想,我们应该不用担心氧气问题。 早在2021年,毅力号火星探测器就成功地将火星大气的二氧化碳转化成5公克的氧。 这也是在地球之外首次制造出对人类生命至关重要的气体。 所以,看起来我们已经做好事前准备了,可以赶快去火星了。 但如果各位突然想要摘下太空帽自拍,奉劝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傻事。 接下来我们会说明原因。 辐射 当我们在地球上的时候,必须要感谢稠密的大气层。 地球的大气层阻挡了从太阳飞来的高能量粒子, 保护地表不被辐射直接照射,并吸收紫外线。 因此,大气层的存在比任何保养品都能更加完善地保护我们。 不只是如此,也别忘记感谢地球的磁场保护我们不受宇宙辐射的侵害。 但是,火星却没有这个保护层。 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解决暴露于辐射之下的重要问题。 如果没有某种方法来保护自身免受辐射的侵害, 人类只能在火星上生存几个月, 而且这不会是人生中最好的经历。 火星尘埃 对人类来说,火星尘埃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击败了火星探测器。 就在六年前,机会号火星探测器遇到了沙尘暴, 中断了与地球的联系,之后就没有继续运作了。 不过,它至少也坚持了十四年之久。 人类能撑下去的时间应该比这要少很多。 在短短的几周之内,就会被那些粗糙的细小颗粒击垮。 火星归尘的高氯酸盐含量相对比较高, 进入肺部的话,会产生一连串对身体的负面影响。 绝对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有毒颗粒,但这可能很困难。 根据登月者的经验来看, 我们知道灰尘很容易附着在宇宙飞行服的上面。 这意味着即使是在火星上, 灰尘很快就会进入室内并侵入肺部。 灰尘会充满空气和堵塞绿水气, 导致设备发生故障,并附着在太阳能板和玻璃板上。 所以说,如果没有专业的窗户清洁工, 在火星上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温度 火星探测器毅力后, 不只是可以绕着火星表面移动并拍照, 还可以当成测量温度的移动式天气观测装备, 可谓一物多用。 根据他获得的资料, 2024年4月4日, 最高气温是摄氏零下21度, 但夜间下降到了摄氏零下79度。 基本上这是极地探险家或多或少都能够适应的南极洲温度。 但如果没有保暖的衣服和舒适的避寒场所, 人类在火星上最多只能撑几个小时而已, 到最后会冻结成冰块, 直到下一次的容雪时期到来。 就像漫威的美国队长一样, 他在北极的冰层中待了将近70年, 直到21世纪才被解冻。 即使漫画里的超级英雄有办法如此, 但活生生的人类是绝对没有办法做到的。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只有超级英雄可以适应火星的颜苛气候。 二氧化碳气体 对人类来说更恶劣的条件是火星的大气层。 在地球上, 我们习惯呼吸的空气里含有21%的氧气 和78%的氮气。 因为实在是太习惯了, 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个空气有多舒服。 火星上的情况有所不同。 由于这里主要是二氧化碳, 我们必须忘掉氧气才行。 在火星的表面上, 二氧化碳含量超过了95%。 这也许是地球植物能适应的良好环境, 但对人类来说, 绝对不能说是最好的居住环境。 即使是在地球上,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只要增加0.2%, 人类就会感到困倦和虚多。 当二氧化碳浓度达到5%的时候, 就会引起头痛和眩晕了。 心脏的跳动增快, 血压升高, 最后导致意识不清, 然后死亡。 在8%二氧化碳的情况下, 人类身体可以维持约30分钟左右, 但在火星大气中只能撑个几秒钟而已。 这个问题说不定可以通过氧气罩来解决。 如果火星的大气层没有其他的特性, 这可能会有所帮助。 这里的气压真的是太低了。 压力 火星上的低气压几乎杀死了阿诺德斯瓦。 正确来说不是他本人, 而是1990年的电影《魔鬼走动员》中的主角。 即使在现实世界中, 如果在火星上没有穿着宇宙飞行服, 一定会遇到大麻烦的。 大约在30亿年前的古老时代, 这个星球拥有正常的大气层和充满水的海洋。 赫斯伯利亚纪的火星表面有河流在流淌着, 湖泊的表面波光灵灵。 火星拥有与地球相似的稠密大气层, 表面温度达到摄氏50度。 这也代表着当时的火星对人类来说一定是相当舒适的环境。 然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火星的大气压力不到地球的1%。 在这种条件之下, 可能需要大喊, 修斯顿,我们有麻烦了! 如果没有增加压力的特殊太空服, 就不可能到达这种地方。 即使佩戴着氧气罩, 人类最多也只能维持几秒钟而已。 这绝对不会是各位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当压力下降到和火星大气压一样时, 肺部的氧气就会开始膨胀, 身体的组织很容易就会被撕裂。 氧气也遵循着波伊尔·马略特定律, 这个定律指出一定质量的气体在温度不变时, 其体积和压力呈反比。 顺便提议下, 火星的大气层只有地球的1%。 在这种条件下, 屏住呼吸或增加呼吸都没有效果。 一旦所有的水分开始从组织中蒸发, 身体就会开始肿胀。 因为蒸发, 鼻子会先结冰, 最后整个人都会变成冰柱。 但还是有好消息的, 人类的身体并不会爆炸, 因为我们的皮肤就像橡胶质的热水袋一样, 富有弹性。 不过, 好消息到这里就结束了。 因为各位的静脉血会变成碳酸水, 任何可以沸腾和冒泡的东西都会在血液中沸腾和冒泡。 气泡会在短短的一分钟内阻止血液流动。 即使人还存活着, 也会被抽搐和瘫痪等症状攻击, 最后陷入昏厥状态, 只能等待死亡的到来。 当然, 如果是在最好的情况下, 不穿宇宙飞行服是有可能在火星上生活长达两分钟的。 不过各位要明白一点, 一旦超过那个时间, 就永远回不到以前的正常生活了。 然而, 即使有如此多的问题, 恐怕也无法阻止那些将目标瞄准这颗红色星球的人们。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一定要帮我们按赞并订阅, 也别忘记分享到社交网站上给你的亲朋好友,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制作影片的最大动力。 衷心地感谢大家的帮忙。 那么,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一起期待下次的主题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